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来进行的是维基分系列课程 那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 Stock定理的这个例题以及验证 来我们来看看一个例题 这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一个向量场 S抛物线锅 那么它的这个方程式是 Z等于X平方加Y平方 那它的这个boundary的话 就是这个红色的这个圆 原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1 高度是在Z等于1的上面 它要我们验证Stock定理 那么Stock定理 我们回忆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指的是一个线积分 它所产生的这个线积分 绕一圈所计算出来的结果 将会变成了这个S 就是它的这个面的一个面积分 对什么来积分呢 是对它的旋度产生的面积分 好那我们先做的什么呢 先做线积分好了 先做这一圈 这一圈只要各位同学看到的是 圆有关的 那么不做第二种想法 X是等于什么呢 Rcosθ Y等于Rsinθ 因为这个R是1 所以我们就固定写 X是cosθ Y是sinθ 高度是1 Z等于1 好我们写完了以后 当然我们也知道了 这个Tangent Tangent就指的是DX DYDZ 那么现在对cos的微分 是负Sin 对Y的微分Cosin 这是0 没问题 E的微分是0 好那现在我们也知道 这个S 就是ArkLens的长度 是DX平方加DY平方 加DZ平方 这个我们的话呢 等一下用到 这什么 刚好就是这个平方 加平方加0的平方 这是多少 这刚好是Dθ 因为它就是1 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好了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 我们开始来进行的是 线积分咯 F.T F就是这个 Y是什么 Sinθ FuX 这是 FuCosinθ YZ 就是Sinθ YZ 好写下去 这个的话呢 是这样的 Sin FuCosin 这是什么 这是 Sinθ 那乘到谁呢 T T我们这边有了 这写下去 DX是什么 DX的话呢 就是Dθ Theta 我们绕一圈 所以是0到2π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算一下 这个是内积 所以这个跟这个 乘在一起是什么呢 FuSin的平方 Theta 这个跟这个呢 是Cosin的平方 Theta 这是减的 这个乘这个呢 是0 刚好这是多少 这是-1 因为它是 三角函数的 横等式 所以我们对 -1来积分 所以这边就是多少 -2π 请各位同学 记得这个答案 现积分的前半部 是这样做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 面积分 各位同学 心里要准备 面积分的计算 非常的麻烦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面积分的部分 面积分 有三个关卡 第一个关卡 是要算的是Curl 第二个关卡 要算的是Normal 第三个关卡 要算的是DS 那么我们现在 一步一步来 先算Curl Curl就是我们的 这个旋度 旋度要算的是什么呢 XYZ XYZ 然后把对于这个 向量场 我们写下去 Y-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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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两头 打三个X 这样算就可以了 那这个的话 对于Y来 为分的话 这是多少 这是Z 那么这个的话 对于 这个的话 就变成0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来我们直接把答案 写下来 再验证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是Z 那这个的话来说 这边是0 0-0 没有问题 这边是 这边是-1 这边也是-1 所以这是-2 这是Curl 算出来了 那么Curl 这是第一步 我们已经找到了 第二步 Normal Normal是什么呢 在这边 Normal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个我们原本 可以把它写成 X平方加Y平方 减掉Z 等于0 我们知道 Normal就是我们的 Gradient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 2X 对Y片为2Y 对Z片为-E 但是我们不要这个答案 为什么不要这个答案呢 因为我们在前面 我们曾经要求过 这个曲线 要跟这个曲面要同向 什么是同向呢 如果我们现在用的是 像逆时针的旋转 我们希望它的这个Z 它这个 这个的 Normal的话呢 要向上的方向 不是这个方向 要上的 也就是这个Z值 我希望它是正的 所以我们的 法向量 我们可以写了 2X -2X -2Y 正1 这个我们这样写出来了以后 但是这个不是N哦 N是什么呢 是它的单位向量 所以我们还要再除上一个什么 我们Normal还在除上一个 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 再加这个平方 开平方根 那现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还没有算完 但是我们可以顺便写一下了 什么呢 Curl.n 来我们这两个Dot一下 然后再除上了 它的这个长度 这是多少呢 -2XZ 减2 再除以它的长度 这长度是多少 同学应该有底了 4X平方 加上4Y平方 加1 没问题了 这个地方是第二步 这边我们把它做到第二步了 来我们现在再继续往下做 现在我们把这个面积分的话 列出来给各位同学看 把刚刚的资料列出来 Normal的话呢 我们是要除上的是什么呢 这个N的话 要除上它的长度 那么现在只剩下了第三步了 第三步这是什么 DS DS DS是等于second gamma DSDY 这个地方 同学要知道 这个角度 γ值 就是跟我们的Z轴的夹角 那么现在 我们继续解释一下 cosγ是什么 跟Z轴 这是DS 这个要跟Z轴 就是这个是normal 要跟Z轴的夹角 这个Z轴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001 我们用的是001来做 好 这个dot以后 我们发现这两个都是长度 都是1 所以这是cosγ cosγ就可以直接写了 那问题是normal是在这边 dot001 那就是剩下的是这个值了 1而已 所以 这个1除以这个长度 等于cosγ 那么cosγ你知道吗 cos的导数就是second 所以 等一下我们把它再拿来用好了 好 那现在我们把它列出来 给各位同学看 一个一个列 curlF是什么 一个一个列 就是 这个dot出来的结果 dotn 我们刚刚算过了 DS是什么 DS我们写在这边 second γ dxdy second的话呢 是secondγ 是这个 这乘过去 所以是secondγ dxdy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心里明白 它是可以消掉的 其实这是一个定理 它可以直接消掉 但是我们并没有做解释 因为我们要这样的做 同学才一步一步才看得懂 它是curl.n 在DS 那么现在我们下一步 这是我们前面所做的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做的 我们刚才做了一个消掉的动作 那么我们现在全面把它改成了 dxdy 这是一个重积分 重积分 那什么意思呢 在xy上面的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的话呢 现在已经改变成了这个 这边叫做s'好了 好 那现在问题是来了 我们要怎么做才会比较快呢 当然是要做的是 改成圆来做 会比较简单 极座标来做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把x改成什么 rcosθ rsinθ 不过这边有一个很讨厌的东西 叫做z z我们把它要改成了 x平方加y平方 刚刚我们题目 这就是我们抛物线锅的方程式 来 我们现在继续写下去了 这边要改成x平方加y平方 好 现在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可以了 这个地方整理成开 整理成开以后 现在准备开始进入的是 另x等于rcosθ 我们就直接填下去了 rcosθ 因为三次方 所以都要加下去 这边也都是三次方 但是这是cosθ 这边θ的平方有多一个 加1 dxdy要改成rdrdθ 好 现在我们这边多了一个r 我们再把它乘进去好了 不过这个范围我们先写一下 r的范围是什么 是0到1 这边就写0到1 θ呢 绕一圈 0到2π 好 继继续做下去 把这个r再乘进到里面去 这边乘进去 这边乘进去 这边乘进去以后 这边就四次方了 四次方了 四次方了 这边变成一个drdθ 现在我们可以正式的来直接积分了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三角函数的积分 这边我们前面照超 0到2π 现在我们来看对付这个r r的话这边就变成五分之一r的五次方 这边是五分之一r的五次方 这边照超 这边是二分之一r的平方 这边r的范围0到1 dθ 0我们不用顾虑了 因为带下去都是0 现在只要带1进去 好 我们把1带进去 这边就变成了 五分之一 的cos的三次方 五分之一cosθ sin平方 这边是直接二分之一 然后dθ 这个积分 那各位同学 我们这积分看起来蛮麻烦的 不过我们不用顾虑了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写成0 为什么呢 因为cos 我们积分的范围是什么 由0到2π cos的值是这样子的 它是1 0 负1 0 1 所以2π在这边 我们0积到2π 本身来说 它就是怎么样 全部都抵消掉了 但是如果是三次方呢 三次方的话 它会变得更低 它会变得更低 但是 它并不会影响到 它的这个 整体的积分的值 它 一起高一起低 所得到的结果 它还是0 跑不掉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看起来也是有点麻烦 但是我们可以解决掉 就是这个 cos 跟dθ 我们可以把它 综合在一起 变dθ 这个就变成 三分之一 side的三次方θ 这个是很简单的 那么如果我们积分完了以后 事实上这也会是变0 为什么 因为0到2π 这个带进去 side的值 统统都是0 所以这边也不要看 现在只剩下谁呢 只剩下二分之一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只剩下 负二 0到2π 二分之一 dθ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小调 这边就变成了 负二π 负二π 来回忆一下 刚刚我们先积分的答案是什么 负二π 我们来仔细思考一下 这两个的 这个过程 计算的过程 都 是不是差很多 答案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的是一个 stock定理的一个 说是 立体来验证它 那么stock定理来说 我们再回顾一下 它就是格林定理的一个3D版 那么它把了我们这个线积分跟面积分 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结合 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跟Gauss定理 去做一个对照 那么这两个的证明过程 其实都是微积分 都是微积分基本定理的一个延伸 进去 我们下一个人翻译 是数元的 所以我们下一个人翻译 和Gauss定理的明镜